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去看这个生意 把末章放在几条里面 这些东西的寠宝 右边将锭部从这里 不要那個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fly live report. I'm now 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 Hefei Anhui province. A moment later, a press conference is going to be held here to introduc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MESHERS, the world's first quantum satellite. MESHERS wa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by China and was launched into Earth orbit on August 16, 2016. After a full month of orbit, it was inevitable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eriments. Now what you see in the front is a model of MESHERS. MESHERS is mainly applied to demonstrate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satellite and the stations on the ground. MESHERS will be able to transfer quantum keys at 10 kHz by 10 seconds from space to the ground. It provides not only quantum communication with high security level, but also reliable technical support for global quantum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dex multiraxe接 靠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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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енной 靠近情ki 靠近有關 千公里级的量子纠缠中发 并在此之中 手机实现空间尺度严格满足 爱因斯坦定义性条件的量子力学 非定义性检验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 千公里级的量子也有分发 为未来大尺度的量子网络 和量子通讯研究 以及在外地海空开展广义项内论 量子引力等物理学 资本原理的检验 奠定了可靠的制作之处 相关成果 今天已经 应该是在国际上 美国那是昨天 在国际顶级学书期刊 科学杂志 以面文章正式发表 这是第一项成果 其他他们还有很多 绿续中国在其他的 Nightshare本本杂志上 在发表 今天组织召开发布会 全面生物载道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 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发布会的 他们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大学教授 科学师音卫星 汉建伟同志 国际科学院院士 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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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师 副总师 王建宇教授 中文科学院院士 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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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师 副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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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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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famous academic journal 所以爱因斯坦还是做了一个评论 他说按照这么一种说法 只要是满足严格 就是爱因斯坦进行导建的 那么对一个例子的测量呢 就不应该对另外一个例子 产生影响 但是刚才讲到量子纠缠 量子力学却告诉我们呢 对一个例子的测量 会瞬间的改变 另外一个例子的状态 不管它们相比多么远 那么做了这么种论证之后 所以爱因斯坦在1935年的时候呢 他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 他就特别来问 他就专门认出这种现象 他的量子力学允许这样的 但是呢 马迪爱因斯坦一定条件的 他是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那么他就怀疑 这个量子力学到底是不是完备 所以他这种文章的名字就叫做 Can quantum mechanical discussion of physical reality we considerate complete 他说我量子力学是对物理赛爱的 会不会这么描述吗 但是旁边安向旁边上的另外一位科技家 也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就叫尼尔斯波尔 尼尔斯波尔认为量子力学就是这样的 他说一旦可以修常态的话 不管这两个例子相应多么远远 它们就是不代表分明 这是这两个科学大师的争论 但这种争论呀 一直在实验上 大家就不知道怎么来检验 所以一直到将近二十九年 在一三十年之后 有个人叫Feyr 他是一个高能理学家 他的题目叫Feyr不等式 Feyr不等式告诉我们 如果说我们这个的纠常例子 做出一个特殊共产的设法 就像这个设计里面 一个Feyr A b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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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实验上做的 四种设置 那么设置告诉我们呢 爱因斯坦的定义时代论 这个预言 这个词要小一点 但量子力学说这个词的最大语 最大语 所以只要大语 大的话 我们就就认为呢 已经超过爱因斯坦定义时代论 这些范图了 那么后来呢很多科学家呢 当然来做大量的试验 那么因为有这事儿 或者等于之后啊 有位科学家就讲 他认为这个事 就是说是相对论 的量子的建筑 在科学上 比较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科学检验当中啊 其实我们有几个漏洞的 一个叫做科普自由 一直选择漏洞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 简验的量子纠缠 在真空班团地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影历所带来 非相关的影响 难怪呢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 应该是有所谓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进行满足爱因斯坦 这个定义性潮流化的演练 并且也会将来为了来研究 影历的情况下 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当然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当中啊 其实本地上呢 也推生了一个新的学科的诞生 一个叫量子通信 一个叫量子计算 一个叫量子定义测量 这可能呢 有媒体记者的名字也注意到了 那么所以量子纠缠等风呢 在这个三个领域呢 它都是有一个重要的应用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呢 实现 就是比如说 尤其在广地的量子信息处理网络 将来的量子网络 我们叫框生地震 或者量子通信呢 都需要远地的量子纠缠分化 这是除了我们基础研究的意义之外 需要纠缠分化的另外一个实用的意义 但是问题是 要做这种事情啊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呢 在光纤里面传出信号的时候啊 大概你在传送 就是一千公里的时候啊 大概是我后面可能会讲到一个估算 大概每一秒钟啊 只能传送十的负十二次方的 十的负十二次方的当光纯 也就是几万年或者一万年 只能送一个光纯 而且我在地面自由空间传递的时候 又会受到地面的障碍物地表区域的影响 而且另外一种方啊 就是我们的文章里也提到 叫量子通信啊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也是在这种大楼里面 我们做了一些好的工作 但是容易受到量子通信号 对效应这个影响呢 目前呢是还没办法使用的 所以以往的光纤里面 量子纠缠分发的时间在地面 只能到百公里 就是以往的地方 但是利用这个卫星的平台啊 一方面呢 卫星平台卫星在上面 就没有地角区率的影响 而且呢 外层都是真空的 然后呢 在下面呢 只有大概五到十公里的水平 大气的厚度 而且大气本身 对某些特定波长的光纸数啊 其实都是非常小的 所以由于外派他们没有摘检 所以配相当 所以它是来实现 远距的量子纠缠分发的 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 那么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2004年 2013年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之后呢 2005年 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合乎的大水上面 实现了十三公里量子纠缠分发 当时这个文章必须做的 是彭丁寺 就做在这个地方呢 目前头发一点白 当时还是很年轻的 十二年之前 然后后来呢 我们又跟 就是那个 这个王建宇的院长 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出现了 百公里量子纠缠分发的量子纠缠分发 和量子纠缠分发 那么 在2013年 当时这个实验都提前一年完成 它发表了 就往后拖了一年 然后呢 我们又在新地通讯的这个 全方位的地基验证都完成了 所以为了最后的 卫星的发射呢 电定了非常好的机器 那么 在我们这个实验当中呢 我们也在卫星的邦尼地下 走至实现了 超过1200公里的量子纠缠分发 那么在这个天上 我们有一个新制的纠缠源 同时有两个万眼镜 是往地下呢 发射的 就是纠缠光子 那么 新上的万眼镜呢 是分别指向两个地面杖 一是德令哈 和丽江一种水 另外一种是德令哈的南山的水 那么在新地建立的 双向量子信号之后呢 我们就去把纠缠光子 发射到地面 然后对两个地面杖的纠缠光子 进行几个测试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些 相关的这个实验结果 那么实验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卫星呢 这个核子里的光感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卫星上天后的这个 上天后的本层在地面的 拍的照片 新量子纠缠源 而那载轨指标测试的 都非常好 我们其实每秒钟 光源量的最高的可动 可以达到800万对 那么它最终度啊 也是相当的破坏 那么我们呢 经过三天的实验 就是10月19号 10月20号 10月21号 那么 也就是半月18号 那么 各了得到了 原刘תח 18議員 n倍方法 37倍 36 бо moment 力減浪已经比较大一点,地链上接收的系统的效率是大约大于20%。 它的系统的跟踪性度是大于111。 然后,这个系统的跟踪性度是以1.5%的力量。 当然,在这准备,这准备,准备力。 那么最后,我们达到的就是说,平均的链路的衰减是小于70个比例。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秒钟可以在千公里的这个地方, 可以送过一个游戏用的光量的修长队。 就是说,你可以来做这个实验。 那么这里面,光纤链路的这个就是最低损耗的话, 那目前路上是最好的光纤。 那么大约有190个比例。 那么它要分发一对光纤。 3万年我们就等不及了。 那么没要好来检验这个实验。 所以这个实验呢,把一个本来是假想的实验, 变为一个现场。 那么我们最终的这个实验结果呀, 是这个贝尔布等级2.37,正乎0.09。 所以是以99.9%的自信度呢, 破坏了贝尔布等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上面的图画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那个阴影区呀, 就是一个光纸是虫, 就是说是S的一点, 往两边分发。 分发之后呢, 我们在那边做的实验所需要的时间传过来。 那么正好如果说没有虫体的话, 它本质上是满足这个所谓的内积兼券。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们在这里面在空间当中, 就没有虫体。 那么这样的话呢, 挺好的嘛。 这个IU字塔, 这么一个地理的条件。 那么这是我们当时呢, 做实验当中的拍摄的实验图, 这就是2月1星的器人, 拍摄的一张图。 那么拍摄的一张图呢, 就是说呢, 绿色的呢, 是卫星的性交光滑过天空的实验图。 因为我们曝光的时间比较长, 你看到它这个具体的这个, 这个性交光滑下来的这么一个图像, 所以就变成一条线, 变成轨迹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2016年, 就是说,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发的, 红色的, 像这里你们可以看到红色的, 一个非常红色的红色, 就是近面性交光, 在长曝光的情况下, 不在地域。 坚图中的佛云呢, 正好绿色的性交光呢, 所照亮的, 大概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长, 这个也长了一张的, 还有一个轻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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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轻人语上的, 就是在套边合成的, 过境的, 过境的, 人工, 用飞行的, 就是重新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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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这个成果呀, 做一个小节。 那么首先呢, 这个成果, 按照我们的题目, 它首先是在, 实现了, 千公里量体量, 就像黑化。 那么这个东西呢, 从前, 在地面上, 是都是没那么完全, 但是, 要是一千公里的话, 三万年, 能送过。 那么, 真的因为, 有这么好的技术的进步之后呢, 我们首次, 实现了, 空间指路的, 能够严格满足, A系统定性, 条件的, 量子, 严重点验。 那么有了这个技术之后, 它本身上, 就有两个潜在的应用。 那么第一个应用呢, 将来, 因为在大指路的量子网络里面, 和量子空性实验里面, 这样一种技术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同时呢, 因为有了, 这么一样一种技术之后啊, 我们就给了, 外太空呢, 开展, 量子, 背景性的, 终极检验。 因为终极检验, 在这个实验里面, 并没有完整。 因为终极检验的话, 我们需要有, 本规模。 其实就相当于, 随技术啊, 要本规模上, 需要有, 原理。 这个根据我们的领域里面的, 这些学者的一个, 最严格的要求。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纠缠, 大家要奔发到, 十万公里, 那我们希望呢, 能够继续往这个方向推动。 那么, 非常有意思的, 随着这个就是, 能够在这个外太空, 开展, 那种量子力, 飞行性的实验之后啊, 那么其实呢, 还一方面呢, 可以来检验, 在影域的影响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影域相关的, 量子力学, 所以目前的这个, 量子力场合体, 一直是没有人, 就把影域的, 都捅进去, 所以把量子力学, 全球论, 都捅在一起, 所有的物理学家的, 一个, 地通的共享。 那么, 所以其中一个, 可以开展的检验, 就是这个影域本身呢, 到处理会有些, 都会被放弃太长, 可以有些, 会有些, 会有些化的作用, 能目前有些危险。 如果将来有这么多, 低温上, 然后我们就能够, 一方的能够改正的话, 就可以开展, 在影域的影响下的, 最相当的, 也会有些量子力, 最相当的, 这些体系的, 第二方面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呢, 我们领域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就是说, 物理理论里面, 比如在量子的演义, 这样一种, 基本理论, 在这个基本理论里面, 有这个预设, 我们的空间和时间, 都是不一定序的, 尽管我们平时大家都感到, 时空是均有的, 时空是均有的, 时间是, 可以有很小的单元, 我们就是没有最小单元, 空间也是均有的时间, 就有分布, 但是拿到普兰克的一个观点, 它有一个叫做, 最小的普兰克长度, 比较普兰克时间, 这个真的太小, 能够成功, 那么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效应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 一样是穿过很远的, 就是这个大尺度, 那么它有一个效应可以积累起来, 我们可以对这个效应, 累积效应基金来解决, 来报道, 量子的理论, 就是这个理论, 用暴力的, 就是从总理上来讲, 这个程序, 它们第一次实现了, 空间尺度的, 严格满, 安心条件的, 量子的公司, 第二, 为未来开展, 大型的量子的网络, 量子的公司, 就是丢, 打散了, 技术里面, 同时呢, 也提供了, 未来的开展, 短期相对的, 量子的网络, 自己就记得拿着, 一种, 手套的手段, 通过此呢, 就是相关的工作呢, 就是当时呢, 得到了, 就当成本来的, 一个比较好的提价, 它是这个GNP, 潜派的, 限制的运用, 我批准, 中华人中, 重要的, 重感可以出口, 哪呢? 所以另外的成果呢, 还有提到呢, 它说, 它讲的比较夸张, 它说是, 绝对毫无能力, 就将在学术部, 有广大的, 社会, 广大的公共, 它说, 是一个科学部, 广大的公共, 那么看到呢, 就是说, 今天, 凌晨呢, 科学杂志呢, 它专门呢, 配发了, 就是一根, 推介文章, 它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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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领域的好多专家, 那我只是领域了, 它的第一位专家一句话, 它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就是, 加拿大, 华州大学, 也是我们所领域的, 一个比较有名的专家, 它们说呢, 它们呢, 开始了, 就是, 它们呢, 首先开始了, 就是, 其实不是大胆操权, 一个英勇的想法, 并且呢, 最终呢, 把它给实现了, 那么, 当然, 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个成果出来之后, 很多记者, 国外的媒体都问, 你们的另外两个论物呢, 怎么样, 那我们只能说, 我们高速新一样, 需要分发的实验, 和一新领域传, 或者科学实验论, 进展新一, 一致混算, 稍后的, 今年的, 稍后的就是, 后面, 我们会有, 更多的, 数据成果, 来大胆发表, 那我大胆指标的, 能接到更多, 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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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啊, 正因为他查, 刚刚所说的, 我们已经把这些, 好多, 科学实验语, 在国家, 科学实验语, 在国家, 这些, 载量性天保, A的数值假, 这次生果, 也会遇行的出来, 我想, 阿老师尚, 尽可能的, 科普的语言详, 想到大家还有, 很多问题, 有问题, 却说是, 神奥的, 看看大家, 还有个问题, 现在, 楼嫁, 我们的媒体自然、 自由提问, 好, 可以说, 另一方是用於航空基礎和空間的技術 航空基礎會很具有消耗的基礎 這方法最主要是 最多的氛圖的傳統時間 幾乎在一起 這個的話,就是 你說要完成那個終極檢驗 目前看來 目前看来 其实我们终极目标 应该到30万公里 因为我们人的响应 大概是100毫秒左右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就是说我们定时 因为我们没有用人来产生 人的响应一般是几百个毫秒 几百个毫秒 光速的话 大概要到几万公里 或者说六万 当然更加分点理想 就是30万公里 但是现在呢 我们在我们用人所产生的 这样的水技术的支持之下 那么其实我们1000公里呢 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呢 是可以呢 很好的满足这个相关的条件 但是别人可能进入过会说 这两台仪器啊 可能是不是老早就创通好了 是吧 所以我们只相信 我们这个能是有自由意志的 所以从严格的一三讲 最终的要满足 那个自由意志选择漏洞的话 大概是需要 就说三十万公里 是这么个情况 是特别人 现在已经是我们下位了 相关的 这条件是含柔和 是真是这个 多黄斗的 相关的 310公里 我们在这条件事跟 510公里 几百1公里 是真的 有个优产 对 我们在这条件事跟 我们有什么 的 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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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China 中文字幕志愿者